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我们感谢你 我们真的是要一心的仰望你 我们的眼睛看着十字架 我们不顾周遭的环境 神让我们知道 因为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 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 我们是蛮有平安 蛮有喜乐的 神让我们知道 当我们眼睛看着你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受俗世 这些世界上的纷扰 因为我们不属世界 神让我们知道 我们因着你的缘故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要做炎做光 神也因着你给我们的教导 让我们真的是在属灵的灵命上面 更有成长 让我们时时体会到 你与我们同在 这样的美好 这样人生的美好 神让我们渴望能带给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 更多人来接近你 更多的人转向你 神让我们感谢你 我们把以下今天平台上的时间 恭恭敬敬地交托给你 神啊 我们来敬拜你 我们赞美你 我们也求主光照我们 让我们降下圣灵 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在今天学习的时间里面 能更专注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OK 感谢神 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一起来学习 我们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 感谢神 时间过得非常快 事实上非常非常的快 我们常常觉得好像 这个生命是很漫长的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我们的生命是很快速的过去 OK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这卷书 是这个 以赛亚书 以赛亚是一位先知 在圣经里面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先知 OK 他传达了这个神给他的 这个意象 告诉我们很多的真理 我们来看一下 回顾一下 21章的第8节 基本上21章讲的都是一些 这些外民族 就是除了 犹太以外的这些外民族 他们当时神 透过以赛亚先知 传达的意象里面 讲到这些 一些预言 讲到这些民族 未来的方向 未来的结局 我们看一下21章的第8节 And the lookout shouted 这个lookout是一个名词 lookout是指那种 在那里守望的人 基本上就是在 瞭望台 瞭望那个台上面 在那里负责守卫的 这些人 站岗的人 我们叫做lookout 这个lookout shouted 就大声的吼 day after day 一天又过一天 每天 my lord 我的主啊 I stand on the watchtower 我每天都站在这个 瞭望塔上 watchtower 是个名词 every night I stay at my post 每天晚上我都不离开 我都留守在我的岗位上 and my post post就是他站岗的地方 他执勤的地方 叫做post and my post ok我们今天 接下来是21章的第9节 我们从这里开始 look 他说你看 here comes a man here comes 我们一般都要用这样的句型 什么东西过来了 什么东西到这个地方来了 我们叫做here comes 什么东西来了呢 什么人来了呢 here comes a man ok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在干什么呢 in a chariot 他在一个战车里面 他是驾着战车来的 with a team of horses with a team 这个team呢 就是一队的 他有这个一队一队的 一个队伍的这个马 ok 所以这个战车是马 拉着这个战车的 and he gives back the answer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就这样回答 他说什么呢 他说 Babylon has fallen ok 巴比伦已经倒塌了 已经倒塌了 has fallen ok 他传达的信息 已经倒塌了 已经倒塌了 all the images of its gods 注意这个gods 这是小写 所以我们一看就很清楚 这个就是巴比伦 他们拜的这种偶像的神 七七八八神 这些都不是真神的 all the images images 是指那些形象 那些形象 也就是那些偶像 神的那些偶像 他们的神的这些偶像呢 lie shattered lie是躺着 表示呢 通通都不是直立 本来这个 如果是在一般的情况之下 他们在崇拜这个神的时候 应该都是立得好好的 现在是lie shattered 躺着 而且是破碎的 shatter 就像玻璃那种打碎 就叫shatter underground lie underground 通通躺在地上了 都打碎了 OK 好 再来我们看第十节 all my people OK crush on the threshing floor OK 所有我的这些 my people 指的是我的这些百姓们 我们这些百姓的 crush on the threshing floor threshing floor 指的是那些羊骨的 羊骨子的那个羊骨场 不是晒骨场 有点是羊骨子 它就有点像打骨场一样 他们要把那个骨子抛起来 让这些碎的糠皮就飞掉 然后把那些骨子呢 骨粒呢 把它留起来 这个叫crushed crushed crushed呢 是在那里拧碎 在那里拧碎 都在这个打骨场上 都给拧碎了 OK 好 I tell you what I have heard from the lord almighty 我跟你说 我从万军之耶和华那里 所听来的 OK I have heard from 我已经从那里听来的 from the god of Israel 他就是以色列的神 以色列的神 所以这个第十节 我们很明显的知道 OK 这个民族呢 是完全被神给惩罚了 是就衰败了 没有办法 再起来了 大骨场上的这些 这些人全部都被压碎了 OK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呢 接下来也是讲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民族 in oracle 我们知道这个oracle 是神的 神的御事 神的 告诉他的意向 神 要他讲这样的话 concerning dama dama是一个民族 有关于dama 这个地方呢 神讲了下面的话 someone calls to me from sear OK 有人啊 从sear这个地方呢 来叫我 呼叫我 watchman watchman 是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 watchtower上面 这个瞭望缘啊 瞭望缘啊 守望的 what is left of the night what is left of the night 表示是说 这个夜还剩下有多长 what is left 是还剩下 这个夜还剩下多少啊 还有多久才是白天 天亮啊 watchman what is left of the night 又讲了一句 这个夜里面啊 是怎么样 还有多长啊 还剩下多久啊 好 十二节 the watchman replies 因为有人问嘛 所以这个 瞭望看守的这个人 瞭望员就说话了 replies morning is coming 早上啊 早上来临 这个是一个现在进行式 所以在来的路上 morning is coming but also the night 但是呢 黑夜也会来 因为 不管怎么样 白天来过之后 还是会有黑夜来的 是不是 if you would ask 假如你在问的话呢 你要问的话 then ask 你们要问就问吧 ok then come back yet again 但是呢 你们呢 这可以再来的 ok yet again 你们会再回来的 ok 好 十三节 in oracle concerning arabia 下面讲的是 阿拉伯 当时也有这个民族 他们就叫阿拉伯 也有一个神域 这个是我们的神 耶和华神讲的 有关于阿拉伯的 这个 御事 有关于他们的事情 in oracle concerning arabia you caravans caravans 我们以前说过 这个caravans呢 是一种好像 做商旅 做生意的这些人 他们所搭的这种车子 有点像这个caravan 有点像这种 好像棚车一样 以前美国西部开发的时候 那种棚车 那这个呢 通常就是指那种 商人的 商旅的 这种 这种 一种队伍 you caravans are deadonites deadonites 他是这个 这个地方的 是这个 deadonites 人的 这个商旅 商队 他们做生意的人 都是一队一队的 所以这个 deadonites 人 地方的 他们这些商旅 客旅 这些商队 who came in the thickest of arabia 他们呢 camp 他们都是在那里 表示他们把帐篷 搭在那里 在那个地方 过夜 thickest 我们前面讲过 灌木丛 对吧 灌木丛 就在阿拉伯的 这个灌木丛 树林里面 他们就在那里 过夜 搭帐篷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十四节 他们在那里 搭帐篷 在那里住宿 接下来下半句说 bring water from the thirsty 把这个 for the thirsty for the thirsty for the thirsty 是给这些 口渴的人 the thirsty 是名词 是这些口渴的人 那么给这些 口渴的人 我们拿水去吧 带水过来 给他们送水 you who live in Temma 你们这些 住在Temma的人 bring food for the fugitives 拿些食物过来 拿食物过来 拿食物给这些 逃亡的人 fugitive fugitive 一定要是犯了案子 人家追捕的 这种叫做 fugitive 逃亡的人 they flee from the sword 他们是躲避 这个刀剑 sore 从刀底下 是逃出去的 ok from the drawn sword drawn sword 这个drawn在这里是 原形是 draw 这个分词呢 基本上呢 它是修饰这个sore 这个是已经出鞘的刀 从出鞘的刀里面 他们也是逃跑 逃跑 所以他们都是经历很多的危险 from the bent bow and from the heat of battle ok 所以这个bent bent指的是那种 弯了 已经拉弯的 弯曲的 ok bow呢 是那个弓弦 所以bent bow 指的是一个弯的弓 拉弯了的弓 从拉弯的弓里面 逃出来的 弓之下逃出来的 from the heat of battle heat of battle呢 指的是那个战争的这种 基战 这个heat of battle 指的是 好像字面上看是 战争的热度 是吧 这应该讲就是 基战 热烈的战争之中 逃出来的 ok 好 下面 this is what the lord says to me 就是 所以 接下来呢 这个 以赛亚先知就要告诉大家说 这就是神告诉我的 神这样说话 我就一个字不差地讲出来 within one year 在一年之内 within one year as a servant bound by contract ok 这个 bound by contract 作为一个servant 这个是人家的这个 这个 这个等于算是一个雇工 人家雇用的一个 一个仆人 这个仆人是 bound by contract 这个是有契约 还在受契约限制的 受这个合同 等于算是合同工一样 他受合约限制的这样一个人 这样的一个仆人 with count 他就会怎么样 他可以 with count ok 他会 可以在 count 我们通常是 计算 是吧 计算之内 也就是说 在一年之内 就像一个 一年之内 这个时间倒数 是很紧迫了 ok 就像一个仆人 他是受了 合同的这个限制 他是合同工 他会在那里 每天的 数算着 数算着 也就是一年之内 这事情就会发生 all the palm of keter keter 也是一个民族 他们的 pump pump 这个字 我们上次讲过 如果他是有气派 有 有架势 或者是他们的这种 凡胜 荣耀 都可以讲做 pump of keter 本来keter 是一个 有荣耀的 有这种气势的 他们是 还是很兴盛的 这么一个 welcome to an inn 所以keter 这个民族 come to an inn 他们就要终止了 他们最后呢 也是不会 没有了 最后也要灭亡了 叫come to an inn 这个是在一年之内 就会发生的事情 已经开始 倒数计时了 ok 十七节 我们看 the survivors of the bowman survivors survivors 是存活下来的 存活下来 剩余下来的 存活下来的 这些bowman bow是弓 对吧 所以bowman 拉弓的人 就是指那些弓箭手 这些都是勇士 战争上的勇士 the warriors of keter ok keter的这些勇士 warrior一定是有战弓的人 而且非常勇敢 有口碑的 不是上场打仗的战士 都叫warrior ok 好 will be few 所以 这些keter 他们这些弓箭手 存活下来的 会非常少 be few few是寥寥无几 没有多少了 the lord the god of israel has spoken 这个是耶和华 以色列的真神 他已经说的 这是他说的 所以这个 以赛亚先知 就是传达这个信息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 Isaiah the book of Isaiah chapter 22 它是22章 ok 好 我们看一下22章 ok 这里又又又来了 一个是神讲的话 神的御事 神告诉我们 接下来是什么事情呢 透过以赛亚先知传达的 说 an oracle concerning the valley of vision 有关于这个 valley of vision 这个是异象谷 一个山谷的名字 叫valley of vision 异象的山谷 异象山谷里面 它有一个这样子 神有 神对于这个呢 有一个宣告 有一个这个 这个 这个御事 神要传达的 信息 what troubles you now 到底什么事情 让你这么 忧心啊 这么难过啊 that you have all gone up on the earth on the earth 表示呢 整个都到房顶上去了 什么事情会让你这么 trouble 是让你这么 这么难过 或者是让你这里 这么不好过 这么忧心呢 为什么你们这些人 全部都上到房顶上去了呢 OK 这个是有关于 valley of vision的讲法 OK 哦 这里讲 food of commotion OK commotion comotion 指的就是那种 大声的 呐喊 很多的 喧哗的地方 OK 这个我们叫做 commotion OK commotion 哦 这个是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充满了 完全充满了commotion 表示这个地方充满了骚动啊 骚动 这个地方充满了大声的喧哗 这个地方充满这种 这种喧嚣啊 在这里 city of tuma and revelry OK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 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 OK 他是介绍这个城市啊 tuma 是什么地方呢 他是一个 是一个动荡的地方 tuma OK tuma 很喧嚣 很动荡的地方 本身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OK 好 下面是revelry OK 形容这个城市revelry呢 是充满了狂欢的地方 狂欢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你去可能都是很热闹的 然后这个声音很大 到处有人喧嚣 有骚动的地方 you're slain you're slain 这些被杀的 你们中间 这些被杀的 we're not killed by the sword 你们这些被杀的人 不是被刀所杀的 sword是刀 nor 也不是 nor did they die in the battle OK 他们也不是死于战争之中 OK 那他们是怎么死的呢 OK 这个城市是很特别的 我们来看第三节 all your leaders have fled together 所有你们的官长 你们的官员 leaders 领袖官员 fled together 他们都一起逃亡去了 都逃了 they have been captured without using the ball OK 他们呢 怎么样 他们都被抓 OK 都被这个 用抓 被这个 所有这些人都被抓了 抓了呢 without using the ball 都不需要用弓 不需要把弓拉开来 敌人不需要用弓 就可以把你们这些人 都给抓起来 OK 就俘虏他们 抓了他们 这个很奇怪的 连杖都不必打 连弓都不必拉 就抓到你们了 all you who were caught were taken prisoner together 所有你们这些 被抓的人 caught 是被抓 逼动词 were caught 过去被抓的人呢 都会带去怎么样 were taken prisoner 都会带去当囚犯 一起当了囚犯 having fled while the enemy was still far away 这些人呢 他们是 快快的逃亡 OK 都被怎么样 当他们是 当时是 正在having fled OK 当时他们正在逃亡 当敌人还很远的地后 的时候 虽然还很远 敌人还没有靠近他们 还很远的时候 他们就 一直一起都逃亡了 都要逃走了 OK 好 我们下面看第四节 therefore 因此 所以 我说 OK I said turn away from me OK turn away 你们 turn away 是把一个人的脸 转开来 OK 从我身上 转开来 就是你们 不要 不要看着我了 不要望着我了 let me weep bitterly weep 是哭 bitterly 是痛苦 很痛苦 痛哭 在那里 有关于他们被毁灭的事情 你们就不要来安慰我了 好 而第五节 the Lord 这个是 耶和华神 然后呢 the Lord almighty 万君之耶和华 万君之耶和华呢 has a day of Toma and trampling 那 他有一天的时间 有这么一天的日子呢 是Toma Toma 我们刚刚前面讲啊 就是有 有骚动 有这个 喧嚣的 这么一天 trampling trampling 而且还有 践踏 践踏 所以你可以想见 在这个异象谷 这个地方呢 因为这些人逃啊 然后就有这种 溃败成军的情况 被践踏呀 In terror 还有恐怖 OK In the valley of vision 就在这个 异象谷 这个地方 这些人都逃了 The day of battering down walls OK 这个呢 是 神在这一天 我们的万君的 耶和华 在这一天 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OK battering battering down OK 这个battering down呢 walls 是把这个墙 整个 推倒 叫battering down walls 这一天 神在那里 是把墙 整个推倒 In of crying out to the mountains 而他们在那里 哀哭 大声的哀哭 像什么哀哭呢 哀哭的声音 都打到 群山之间 crying out to the mountains 都打到 群山之间了 Allen OK 再来 接下来讲 这个城市 Allen takes up the qu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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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那个 装剑的 袋子 装剑的 袋子 我们要 射击的时候 我们一定需要 一个quiver quiver是 装剑的 袋子 他把这个 剑袋子 拿着 然后呢 with her charioteers OK charioteers 这个呢 是指他的 所有的 他的战车 战车手 OK 还有horses 还有他的这些 马 马的这个 还有这些马 所以当然马的话 一定有控制马的 这些马兵啊 什么都在里面了 cur uncovers the shield OK 而这个cur呢 怎么样 uncover就是露出来 揭开来 亮出来 我们以前有讲 亮剑 把剑亮出来 这个是 uncovered shield 把盾牌亮出来 这个叫做 亮盾 亮盾牌 把盾牌给露出来 好 这就是要打仗了 是吧 Your choices 注意这个是 最高级 做形容词 Your choices valleys 这个山谷 可是是 choices OK choices 表示 最好的 最美的 最上等的 叫做 choices valley 这个最美的 这个山谷呢 are full of chariots 这么好的地方 现在是 充满了战车 and horsemen horsemen 是这些 骑着马 打仗的这些人 这些马兵 are posted at the city gates 这些马兵呢 也都在那里 列队 行进 列 摆开 正式 都在这个 城门口 那个地方 在那里 摆开 正式了 好 第八节 the defenses of Judah are stripped away stripped away ok 这个地方 defenses 应该是 他们要去 抵倒 抵抗 是吧 要保卫 家园 是不是 但是这个 犹大 他们的这些 defenses 指的 他们的捍卫 他们捍卫 家园的这种 保护家园的 这种动作呢 are stripped stripped away stripped away 是给整个 拉扯掉 给拔掉了 这个叫做are stripped away 这是被动式 所以犹大呢 本来是有保护 他的家乡的 这些 全部都给拔掉了 都给扯掉了 and you look in that day to the weapons in the palace of the forest 然后呢 他们犹大的 都不能保护了 and you look in that day ok 在那一天 in that day look to the weapons look to the weapons look to 在这里是 你要指望着 就指望着什么呢 你就指望着 the weapons in the palace of the forest 指望着这个 森林皇宫 森林皇宫 森林皇宫里的 这些武器 你就指望着那些吧 因为犹大已经 不能保护家乡了 ok 好 再来第九节 you saw that the city of David city of David 指的是大卫城 你可以看得见的 大卫城怎么样 had many breaches ok breaches 这个bridge呢 是指破碎的地方 破口 叫做britches ok in the defenses ok 这个大卫城啊 他们保护 应该是要好好的 保护他的地方 是不是 ok 但是呢 这个时候 他的这个保卫方面 他的守护方面 已经有许多的破口了 一定有许多的破口了 好 you stored up water stored up water 是把存起来 把水都存起来 and the lord pour ok 所以当时这些大城市的话 供给城市里面的用水 有一个upper 有一个lower pool ok 所以一个是高层的一个大水池 一个是下面的聚水池 这些地方你都用来存水了 好 第十节 you counted the buildings in Jerusalem 好 你们就在那里数算 数算耶路撒冷的buildings 房屋 buildings指的是建筑物 数算一下 耶路撒冷里面的房屋 and tore down houses tore down 这个tore原型是tear t-e-a-r 这里是过去式 把那里的房子整个就扯 拆毁了 拆毁了 to 为什么要拆毁呢 to strengthen the wall stranding是用来加强力量 加强这个城墙的力量 用来巩固城墙的 ok 好 第十一节 you build a reservoir reservoir 指的是我们今天讲 比如说水库 水库 三峡水库 就可以用这个字 reservoir ok 当时呢 我们就是古代人可能还没有那么宏伟的 这个水库可能 当时呢 最多说这是一个大的聚水池 you build a reservoir 那你们建了一个这样的水库 聚水池 在什么呢 在什么地方呢 between the two walls ok 就在两道墙中间 他们就挖了一个聚水池 建了一个聚水池 这是为什么呢 for the water of the old pool 这个是为了救 原来旧的池子 为了这个旧的池子里面的水 用来储存他原来旧的池子里的水 but you did not look to the one who made it 你们很在意这个水的部分 ok 哎呀 要想方设法 怎么样造水库啊 弄水池啊 把这个以前旧的水 水池里的水给保住啊 什么 你们只想到水了 but you did not look to 但是呢 你们却没有怎么样 却没有看好不顾念 look to 你们却没有好好的想好 ok 不指望 不想好 这个look to 有这个指望 或者是不顾念的意思 你们却不顾念 the one 注意这个one大写 就是那 唯一的那一位 who made it 就是他造这个 造安排这所有事情的那一位 安排 表示这个所有的战争 所有的水 水库 这些所有的事情 其实都是耶和华 唯一的那一位真神 他所主持的这些事情 你们只在乎了那些水啊 什么事情 却不在乎 安排这些事情的那一位主子 就是我们唯一的那一位耶和华 or have regard for the one who planned it long ago 你们也不顾念 你们不也也不前面讲的 就是说你们也不也不去 也不去想好 就是说不照顾这样的事情 也不在乎这样的事情 你们也不在乎这样的事情 然后你们现在呢 也一点都不顾念这个 那一位唯一的那一位 这位呢 就是我们的耶和华 他是在很久以前 long ago 很久以前就已经把这一切都给安排好 计划好的那一位 你们却不看他 ok 不理会他 不看望他 好 接下来我们看十二节 the lord the lord almighty 这个我们的耶和华 这一位 万君之耶和华 ok call you on that day 在那一天呢 耶和华就叫了 ok 呼叫你们 叫你们呢 on that day 就在那一天 要来weep and to wail weep and wail 这个weep呢 就是哭泣 wail是在那里哀号 叫大家来哭 来哀号 然后呢 to tear all tear out your hair ok tear out your hair 是把毛发给他 给拔掉 拔光光 就得让你的头顶都给秃了 让你没有毛发了 叫tear out your hair and put on sackcloth 把头上弄秃了 没有毛发以后呢 然后呢 在穿上这个sackcloth 是一种粗的 这种麻布的衣服 粗的麻布 披上粗的麻布 but see 你们看呢 可是啊 怎么样 there is joy and revelry ok 但是呢 这个 你看这个地方呢 是有喜乐 revelry呢 是有这种欢欣 大家很高兴的 slaughtering slaughtering slaughtering是 slaughtering是宰杀 特别是宰杀动物 slaughtering of cattle 他们杀了牛 and killing of sheep 把羊也杀了 eating of meat 他们吃肉 and drinking of wine 又喝酒 吃肉又喝酒 let us eat and drink 让我们又吃又喝吧 让我们来大吃大喝吧 you say 你这样说 for tomorrow we die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我们今天大吃大喝呢 因为明天就要死了 因为他们知道明天 这一切都要归于这个 毁灭了 要灭亡了 所以今天临死之前 大家大吃大喝吧 十四节 我们看一下十四节 我们看一下十四节 还有好我们下来的 为什么 我们下来的 所以